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变成了死亡岛屿 所有的树木都枯死了 水里也不再有鱼 而岛上有一座灯塔 它曾经是外出渔民的殖民灯 但自从那次污染事件后 这座灯塔就变成了井地 这其中最受害的魔鬼与鸟孩 鸟孩的爸爸是灯塔的守护人 他在来年以后 人们不再出来打鱼 所以鸟孩的爸爸也就失业了 鸟孩的爸爸为了让岛屿重新焕发生机 就和鸟儿们一起飞着金色种子去种植 可是鸟孩爸爸的善举 被警察队长认为是运输毒品 于是就杀死了鸟孩的爸爸 可怜的鸟孩从此就过上了独立的生活 但在有一天 鸟孩独自走进了那个被称为金地的灯塔 鸟孩进去之后 一群内心乌鸦从头上飞了过去 自从那以后 鸟孩就像醒尸走漏一样 每天都需要服用镇定剂 来抑制体内的药膜 鸟孩也寄成父亲为完成的遗愿 能拦种植的种子 因为鸟孩还没有彻底成长 不能熟练飞行 即便是从高空中摔下 摔得头部血流 也没有放弃 因为鸟孩爸爸的原因 现在鸟孩也被同棋着 不得不到处躲藏 不能露面 再次清晨 鸟孩再次摔下 呆呆地望着不远处朋友的家 那里是好朋友定奇的家 定奇常常拿父母的真金药给鸟孩 如果是对方 或许鸟孩都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可怕的后果 这天清晨 定奇被闹钟吵醒 就把闹钟甩在地上 闹钟本身碎骨 在定奇上学的时候 他的养父英文闹钟教训了兵奇 定奇一点也不喜欢他的养父 也不喜欢去学校 于是定奇出了门后 就去找朋友 没有去学校 他的朋友兔子 古狸 正打算离开这个小岛 定奇却和朋友会合的时候 在森林里 留下一瓶镇定药和一封信 因为他们资金不足 就打算去海边的渔夫小猪家进行偷窃 在鸟孩拿走药和心后 他在线上看着定奇想要邀请鸟孩 一起离开这里 但鸟孩还要做着父亲等未完成的事情 这个时候 鸟孩已经经常喝血了 他也来到海边 寻找小猪 小猪靠大鱼为生 但是海里已经没有鱼了 于是小猪也打算离开这里 看着鸟孩可怜的模样 他给了鸟孩一包粉末 便直接离开了 鸟孩吃掉就靠别人聂命而来的食物后 就躺在甲板上 这时周边突然一片血红 鸟在身体上突然长出了树 人形乌鸦从远处 飞来啃食了鸟孩身上的肉 曾经有人传言 鸟孩其实已经死掉了 有时候会动的人 不一定还活着 回到家后 小猪的储钱罐 鼓励小猪永远离开这里 可是他的目击 却被一个大蜘蛛控制着 必须注射毒品 才让他安定下来 而这一阵下去 他们家的经济负担 又要重上几分 而现任计划来偷窃的定奇 便闯进房间 开始行动 由于狐狸不小心 被打蜘蛛给发现了 他们只能赶紧逃走 这些白坏的蜘蛛变小以后 他就骂着小猪没用 小猪一怒之下 用扫把拍死了他 而现前进入梦魇的鸟孩 也被警察队长给找到 小猪羊的鹦鹉 即使叫醒鸟孩 还躲过了一劫 鸟孩在踢警察的枪 会打上灌在笼子里的鹦鹉 就放飞了他 而在逃跑的途中 自己却被打伤 跌落悬崖 但是鸟孩只是受伤 并没有死 他拖着伤口来到一个洞穴 一个精灵带着他 来到鸟鱼花香的地方 坚持不住的鸟孩 跌落在水里 所有的精灵一拥而上 让鸟孩止血 救活了鸟孩 鸟孩活了过来后 爬到岸上 他抽虫子 给那些脑络病残的鸟儿吃 给它们水喝 带到一只老的鸟儿时 鸟儿拒绝了 鸟儿说 自己快死了 别拜托鸟孩 该对自己好一点 替那些藤金生了鸟孩帮助 还住在这鸟尾花香的地方的动物 照顾好自己一点 说完这些后 鸟儿就化作精灵 离开了 原来这片鸟尾花香的地方 是鸟儿 亲手栽种的 鸟孩把鸟儿埋藏在父亲的母旁 自己点上烟 坐在悬崖上 回忆着自己丁祺的美好日子 在想到丁祺 因为自己经常靠药物 控制自己内心的药膜 离开自己时 鸟孩依然将剩下的所有镇定药 得丢到悬崖下的大海里 这时 鸟孩看到圆柱的灯塔 深闪发光 就飞了过去 故族用气后 它又一次走进这个恶魔之地 一群乌鸦飞了出来 但鸟孩的影子 就变成了巨型乌鸦 将鸟孩被困在塔内 巨型乌鸦 让嘴吃掉了鸟孩 而听起它们一行人 在拿到钱后 就开始自己的旅途 走到垃圾场时 它们迷路了 并向一个捡通的老鼠 打进去27号仓库的路线 等到27号仓库后 它们向这些独眼老鼠买船 因为它们的钱不够 只能买到一个充气鸭 这个鸭子会讲话 它讲述了自己悲惨的人生 祈求它们带走自己 想到有总比没有的好 它们带走了充气鸭 在路上 它们遇见了一群老鼠强盗 看着强盗的打结和狠话惩罚 小狐狸吓得大哭起来 强盗们带着丁锡等人 带到强盗的老巢 强盗老大说 自己和族群的早遇 也宣布着它们该怎么死掉的方法 而它们被抓的鹦鹉 被小猪的鹦鹉给看到了 强盗的凶狠 狠狠的鹦鹉 而走进恶魔之地的鸟孩 并没有死 它爬到塌地 到了曾经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房间 怀念着自己的父亲 这时鹦鹉找到了鸟孩 鸟外从鹦鹉的眼中 看到了定期它们的早遇 愤怒的鸟孩 换及了邪恶的乌鸦 鸟外划从巨大的连性乌鸦 前去拯救 在那些老鼠沙子后 自己同空飞起 狠狠地撞向了地面 它要烧毁这个垃圾场 因为这里有法则 是鲜血 这里有所有人都不相信未来 它们所谓的未来 就是眼前这个垃圾场 被拯救的定期 开始试图寻找鸟孩 让它发现被黑化的鸟孩后 其邦用心安慰它 并让不受控制的鸟孩安静下来 更神奇的是 鸟孩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定期说服鸟孩 跟它们一起离开 鸟孩同意后 就开始飞行 为它们引渡 只是抬走不远后 暴风雨就来了 暴风雨打翻了从鸡压 鸟孩停在空中 找它们的时候 被警察的徒弟用枪 打穿了心脏 掉进了大海 定期刚被兔子救上来后 就立刻去找鸟孩 但鸟孩已经沉进海底 或者是黎黎的定期 回到杨父的家中 面对杨父的指责 定期也不说话 他没有看到杨父母亲 眼中的起见 也完全不知道 在他打碎闹钟后 杨父将闹钟修好的模样 更不叫杨母 一个人在房间 独自抽气 他直接行锁完毕后 就会在街上 再次拿起笔 开始写着自己的未来 而这个未来 就是永远都逃不出 现在的处境 这一次 他像命运的邪恶 而这片小猪 在自己母亲去世后 并没有开船离开这里 小猪仍然在海上钓鱼 最后他也知道 钓不到鱼 除了鸟孩被射酸心脏 想到海底的夜晚 小猪雷在海上钓鱼 突然鱼竿 钓到东西 小猪拉上后 才真经的发现 是鸟孩的尸体 最后一次 他彻底的离开了 鸟孩口中 吐出黄色精灵 和众多其他精灵 挥合 众多精灵 汇聚在写日记的 定期窗户旁 引导定期 就用鸟孩种植的 苗维花香之地 定期识轻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这时 大树上 掉下几颗 紧黄色的植物种子 定期捡起来后 就默默念着 是你吗 鸟孩 片名 被遗忘的孩子 暗黑 恐怖 现实 所有不好的一面 似乎都在这部影片出现了 善良的成本很高 没有几个人能够承担得起 被掌控的人生 在影片中 到底有几个 定期 鸟孩 兔子 小猪 以及那些老鼠 还有成年人 首先定期识里面 所有人算是比较幸运的 他的家庭 算是比较完整 可惜 随随着弟弟降临后 以及被父亲不断的念叨 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叛逆期 但是 在这种家庭生活久后 尤其 除了同年没有得到关爱 任谁 也都想逃离 其次 演外他的角色设定 就比较有意思 恶魔伴随在他的身边 到底得拥有一个多么坚异的心 才能让自己一时保留情形 那些追捕他的人 犹如形容在人间的恶魔 他想保护很多人 想满足自己父亲伟大的心愿 可是世界真的太黑暗了 幸福 不过是一闪及时的假象 可或许 就是这个假象 让鸟孩 一直在付出 最可怕的是 没有人 能够理解自己 兔子看着狐狸 一直被人欺负 他的内心暴躁 一直还来不住 内心的黑暗 总是鼓励他 杀掉眼前的一切 这些人 都是世界的罪人 但是 他都从鸟孩一样 战胜自我 至于小猪 和仙仙所有人一样 都想逃离 他被黑蜘蛛蛊惑 一步步在漫星害死自己的母亲 可是 只有这么做 母亲才能痛苦地活着 而这些人会去在一起后 对比垃圾场的那些老鼠来说 他们真的 已经很有骨气了 因为在那边世界 敢于逃离 就真的已经很了不起了 至于上帝视角的警察 我不过多描述 这是混乱的秩序所造成的 而将这部电影回归到现实后 现实无可厚非 就是很平凡的事情 从农村逃离到城市 再到城市追求财富 从财富 祈求自由 再到自由后 对美好的追求 我们一直都要逃离一开始的地方 可有时候 这些念头 都只能是奢望 现实的残酷 让很多人 不得不向未来图现 可虽然是一幅暗黑动画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 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 因为这个世界还很美 它还没有到这么绝望的地步 它不过是喜欢看你挣扎的模样 你越挣扎它就越开心 可怕的不是这个世界 是你的自我放弃 更可怕的是 如果你生活在黑暗的地方 也要相信光明依然上存 不要和那些老鼠一样 看得眼前肮脏混乱的垃圾场 却要将它们当成宝贝 未来的未来 不在于世界如何 完全是取决于你 也许我这样的解读 没有符合片名 但是最后结尾 那常常希望的大树出现后 你难道认为片名 真的在说这些孩子 被遗忘了吗 我是少年 如果你想要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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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